启述第十二章第五节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杖核管曼国的 她的孩子被提到 神宝座拿去去了 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理解 为什么会说这是一个刚出生的宝座 原因是这个宝座花一段最长被提之前的时间 就是学习成长走这个宝座 当然她被提后 她自己的成长过程就成为 接着三年半其他儿女学习的榜样 但是这个小孩只在那个成长过程当中 就像我所说她要做第二样神所期待的事情 就是她的位置自己 是要懂得 用最快的方法去成长 她的位置如果她错了她自己的位置 错了她自己的位置 明明她是徒弟 她去扮师傅的话 她会流产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赶不及最后这一段时间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大家 如果曾经有个好的先生 或者好的师傅教你 有时你发觉师傅跟你相差太远 很多时候你发觉你追不上 他比较的课程你追不上 但是如果有个师傅在这里的话 他真的会用一些方法 用他的方法去帮你 使你能够可以pass得到 使你能够去追得上 这个是我们自己不能够为自己做得到的东西 是不是 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尽力的情况下 有时我们真的力有不递 是不是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过去这三十二年信主的心得 就可以和你分享 就是说这一句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如果你真的在那个人身上 是真心真意的 从他身上学到东西的话 一生都以他 或你好像父亲一样地尊重他 那你从他身上 因为模仿而学到的东西 你不需要重新学过 无论你模仿当中学到一些 多难的技术 多好的内涵 多优越的这些知识 你不需要再学那些自自然 而你就会可以 一直继续成为你自己拥有物的 这个我发觉 人是借着模仿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实 就是原来当我们要模仿一样东西的时候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 你一定要尊重那个事物 那个是人也好 或者是一种的技术也好 或者是一种学问也好 又或者是那个 即使是一本圣经也好 你不能够去恨圣经 然后能够去熟圣经的 没有可能的 你一定要尊重 你一定要去敬畏 你才从神的话语当中 学到里面的学问 还有做到里面走的真理 是不是 你发觉我们人 不能这么相反去做这件事 但是去到这一点 那我又有另一个心得 跟大家分享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我所认为的师傅人 到现在九成 我说九成 九成不是真的来了小 就是真的跌倒了 有些犯奸淫 有些离婚 有些离弃神 有些根本是妥协 有些他的工作 现在变成 由大人上天 变成大人落地狱 有些是同性恋 那我怎么办呢 我看到我身边有些人 别说他们有这样 我看到一些人 那些师傅令他小小失望 和你死过那种做法 那你能够想象 那个人在神的面前 会不会是小孩子呢 在我自己本身 在信仰过程当中 其实打从我去尊重一个师傅的时候 我已经作出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我相信是来自我 因为我小时候可以说是个 在班里面是个小丑 被人笑 经常被人打 放学的时候 被人偷了一些东西 被人抢了一些东西 被人整股 用各种方法去伤害我 去打我 譬如好像那些衣服 如果穿了回去 会被父母打打骂骂 他就整穿我的衣服 整骂我的衣服 就是用各种的方法 OK 但是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讲小学的时候 我已经决定一样东西 就是我不会恨这些这样的人 每一个这样伤害我的人 今天伤害我 我明天回去 我不会记受 我会遥述他 我继续会跟他做朋友 OK 我在小学的时候 说真的 我不单止不会恨一个向我施恩的人 在小学的时候 我已经决定 就是恨我的人 我都要尽我所能 跟他们相处 所以当我长大了之后 对我施恩的人 我真的当他一日为施 终身为父 我真的当他是这样 但问题是 当他跌倒的话 我根本 你能够想象 如果我这样的心头 我根本没可能会恨他 他这个人向我施恩 现在跌倒了 最多我跟他可能 我不会再接触他 但我不会恨他 我不会害他 不会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连从小到大 害我 联群结态搞我 偷了我的书包 弄坏我的衣服 用墨水 去搏落我的衣服 日日如是 我每一天 我上学之前 我先遥述了他们 我们才上学 明白吗 我小时候已经是这样做的了 但问题是 你以为我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见到什么人 我相信你明白 我发觉有些人 你对向他施恩 向他真的 拿起你的心肝出来 发觉如果你付出 比他少一点 他要害死你为止 他要你加散人民为止 有些这样的人 而那些人还说自己是基督徒 明白吗 我相信你知道 我小学的时候 我还没相信主 我只是一个佛教徒 而我相信主之后 我知道基督教 圣经所要求我们做的 是远远比我们所说的 人的义 要做得更加好 要更加懂得 遥恕一个弟兄 遥恕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我相信 希望这一点 能够解答你的疑问 那我师父有一天跌倒 有天我发觉 他骗过我一次又怎样 有一天我发觉 我和他有误会又怎样 那我这个误会 我要把他弄到最底 然后我这个 我明知是误会 他不跪 在我面前跪地求饶 我一定会继续 把这个误会加深 是不是这样呢 但我相信你知道 我现在说的不是说笑 是真的有人做到足的 我所说的这件事 所以在我自己来说 如果我所说 就是我十个师傅 九个 我看师傅 我听他们的带 看他们的视频 学他们那种的 港道法 因此运作 或者是研究 圣经的用工具书的方法 十个九个已经跌倒了 但我是很尊重他们的 我仍然是很尊重他们的 所以变成 我在他身上学的 所有好的东西 我现在还是持续 精益求精 但不好的东西 学不学到呢 起码我到现在来说 事往了27年 我发觉我因为这样做 神的怜悯和恩典 反而没有使他们不好的东西 沾染到我 没有的 完全没有的 我只是学到他们的好的东西 甚至在他们跌倒之后 真的会清出于蓝 这个事实上 在我身边 整个二十几年的传威 就可以作恶了减证 因为他知道我有些的讲道 有些的恩赐运作 有些的分享方法 是学自哪个牧师的 他知道的 而他也知道 就是说 那些牧师跌倒之后 我是清出于蓝 还是我一样 在他们的罪上面有份的 第一次我想给你知道 仍然是那句 就是说 神所接收的灵魂 是一个不被世界污染的灵魂 是一个充满爱 是似神的灵魂 端端不是一些记智师 有仇必报的这些人 我们要 position自己 在一个这样的位置下 我们要懂得成为一个 优质好的学生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优质好的师傅 但我亦想给你知道 世界上有一些徒弟 优质过他的师傅 明白吗 他能够清出于蓝 但是相对的一生 都会尊重他自己的师傅 仍然是那句 我自己的座右铭 过去可以说 信主这么多年 实际上是信主之前 我都会用这个原则 就是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而实际上 我从小到大 学习无论是 每一样的运动 每一样的技术 无论是弹吉他 打笔波 我发觉都有一个现象 就是这些不拉奸的师傅 我说不拉奸的意思 因为那些不是真理上教导 这些不拉奸的师傅 当我跟他学了东西 而我一生尊重他的话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 我不需要再粗练 我也不需要再想办法去记住 不需要 我潜意识自然 因为我尊重这个师傅 我在他身上学的东西 所有好的东西 都是过目不忘的 启述第十二章 第五节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 像核馆万个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 神宝座那里去了 梦记往日收水 已正常挂累 心坚决 要爱神 永放开子女 脸上活潮水 生不再疲惧 一生要须靠 长男主 立正 跟他 脚步去 要从生得救 心得暗望 再灵旅欢印 不会再空虚 甘信靠 永恒转 命路靠 他应去 要从生得救 满心感应 再神针悲下 是无穷恶醉 他与我 共享同分 让前来 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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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